虽然现如今网红脸还是很吃香的 不过许多人却非常怀念旧时光的女神 因为早年的美女没有千篇一律的脸 儿时美帝各有褐色 但这也挺让人觉得可惜 因为早年那些女神生下的女儿也都长大了 但却没能继承女神们的高颜值 例如江黎黎 高颜值的她曾被誉为是八十年代第一美女 而在事业上江黎黎是很顺利的 她出演过大量优质的影视作品 也拿到首无数的奖项 最令人羡慕的就是她跟老公汪宝生的爱情 当年她二十一岁 汪宝生十八岁 优秀的两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虽然他们的爱情在特殊年代里遭到了批判 汪宝生还因此被送到农村教育两年 江黎黎被停演一年 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方 最终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了一起 至今恩爱了几十年 1984年他们夫妻生下了女儿汪江 这让一家人更为幸福了 不过他们女儿如今也长大了 已经34岁的汪江 很明显 没有继承到妈妈的高颜值 这并不是说她不漂亮 而是跟妈妈的差距真的是有些大了 对于老一辈观众来说 公雪早年绝对是家喻户晓的一位大明星 那会她有中国的山口百会之称 也是无数影迷期目中的女神 可惜女神在当红的时候结婚了 为了家庭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婚后她跟丈夫定居美国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如今公雪的女儿也已经长大 很明显她完全没有能继承到妈妈的美貌了 看起来有些非主流的结实感 不过她现在是一名画家和插画师 虽然颜值一般但靠自己的才华取胜 中立题参选国际华裔小姐而入行演艺记 早年她评人于传说 瞬间就红遍了东南亚 后来她还曾经被杂志 评为亚洲最性感的女性 而大家都知道她有三个女儿 其中除了大女儿之外 其他的都还小 而她的大女儿是一个标准的混血儿 虽然也算得上是漂亮 但美貌程度却跟妈妈是天差地别 只能算是一个低配版吧 江山不只有征服 大宅文二 永不放弃 过把眼 人到四十等众多的代表作品 她在演唱方面也曾多次获得大奖 而早年她的气质和美貌 也是吸引了众多荧幕前的观众 就连光寒都被她吸引 她曾经公开表示说 面对江山的美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而早年她在自己红吉一时 嫁给了完全没有名气的高曙光 她们夫妻有一个女儿名叫高一新 如今她也长大了可惜 却没能继承妈妈江山的高岩石 真的是很可惜呀 在事业方面方叔顺风顺水 可感情方面就比较曲折 当年美书天际的她 也是被许多男孩子所追求 最终她选择和陈国兴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她们没能一起白头偕老 离婚之后 她又跟涂鸿刚走到了一起 当时她为了涂鸿刚的事业尽心尽力 而在涂鸿刚走红 之后两人却有了矛盾 最终不欢而散 在感情上或许方叔受伤太深吧 所以她至今单身把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 奈何也是让人非常遗憾 女儿没有继承到她的好基因 外貌实在是很一般 李立真年轻的时候真的堪称是美若天仙的轻视家人 可惜她嫁给老公许问后生下的女儿却颜值平平 女神那么好的基因就这么失传了 或许这个事情都让许问背国呀 叶玉清早年也是一位有颜值有身材的女神 那会性感就是她的代名词 而她的女儿胡芷欣好像也没能继承自己的美貌 虽然有些相似 不过看起来跟妈妈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林青霞的美是一种英气的美 她的风格横跨文艺 武侠女装甚至还能反串 她早年被誉为永远的梦中情人 也被称为是东南亚第一美女 可惜女神美丽的基因却失传了 嫁给行李人后生下的女儿各个颜值平平 或许是她老公的基因太强大了吧 所以妹怎么再找老公的时候 真的要为下一代考虑一下 还以为记者说 嗯 感谢观看